他是一位天才选手,能力出众,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创造了奇迹打破了世界纪录,15岁成为世青赛的冠军,并在同年赢得单干147满分干,17岁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世界排名赛冠军得主,职业生涯共获得73个冠军。 在赛场上,他就像是一位翻云覆雨的将军,一位坐在高山之巅闭靡天下的王者,他创造了一个传奇,在台球界他成了神话。 所有的台球选手都以他为目标,他们都想要超过这个实力超群的男人。 胜不骄,败不内是对他最为贴切的形容,他就是奥沙利文。 本期子牙同去体育观察员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奥沙利文,了解他的故事。 罗尼、奥沙利文,1975年12月5日出生在爱塞克斯,他是一位世界上著名的斯诺克球手。 由于他凭借独具特色的打法风格,被自己的球迷们称为火箭。 或许奥沙利文就是为了这项运动而生。 他被人们称为最具有天赋的斯诺克球手,是因为他在自己十岁的时候就打出了117分。 可能这就是天赋型选手,别人羡慕的东西,他轻轻松松就能得到。 在他15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并且还打出了147分的满分杆。 他的一生或许就是为了比赛而生,从1992年的夏天,他转入职业巡回赛开始,他创造了职业史上最长的生涯的前38场资格赛比赛取得全胜,创造了职业赛史上最长的连胜记录。 1993年,17岁的奥沙利文获得第一个排名赛冠军头衔,英国锦标赛冠军,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冠军得主。 当然只有实力和荣誉相匹配的人才能让人们牢牢记住。 他赢得如此多荣誉的背后,也付出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心酸。 他那一手抬球技术,让所有人惊叹,华丽又不适技巧。 他是一位进攻型选手,干净利落,行云流水。 可是天才也会有跌入凡间的时候,他的轨道出现了一丝意外。 19岁的到来带给了他非常痛苦的经历。 此时的奥沙利文的生活却陷入梦魇,无法醒来。 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崩塌了,家人相继出世。 但是,这个孤苦的少年却无能为力。 因为不知道如何去宣泄自己的苦闷,所以他整日颓废不堪,放纵自我。 幸运的是,这位少年他最终走出了阴霾,又开始了自己辉煌的道路。 英雄归来仍然屁靡天下。 在1995年,他再次获得了一个冠军,在与另一个天才的搏斗中,拿到了九分的成绩。 后来几年,虽然他也陆陆续续拿到了一些冠军,然而对他来说仅仅是锦上添花。 奥沙利文因为自己出竿速度快,所以他的球迷们给他取了火箭的外号。 除了进攻,奥沙利文还有着出色的防守能力。 他的大局观很好,在面对局势复习时,他能够沉着冷静地去应对。 1996年在世界锦标赛,奥沙利文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情,因为他用左手打球。 很多人都对他产生了质疑,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左手,还有人认为他不尊重对手。 可是他用三局比赛全部胜利的成绩扫除了所有的质疑。 接下来他才开始真正进入职业生涯的收获期。 在2006到2007年,奥沙利文获得了自己的三连冠,不仅三次零封对手,更是连续三次拿到单杆最高分奖金。 在英锦赛半决赛上,他再一次战胜了对手,成为第二个在决胜局打出147的选手。 接下来的北爱杯决赛中,他用了一小时20分钟就结束了比赛。 不仅全部单杆过百,又一次打出了147分满分。 他成为了职业场上第一位在九局五胜制排名赛中打出五杆过百的选手。 可是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暂时休息,或许是英雄已经到了需要调整自己的阶段。 他没有参加2012年所有的比赛,一时间所有人都在猜测他是不是退役了。 一年后,他又从新归来,告诉所有人王者依旧是王者。 2013年斯诺克冠中关的比赛中,虽然奥沙利文在前期有些不占优势,可是最后却以10比8战胜对手,摘得冠中关的冠军,收获10万英镑。 在2014年的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第一阶段他就以7比1战胜对手,最后一局更是以单杆147满分完美收官,他完成生涯第12杆147满分。 他不仅摘得个人第26个大型排名赛冠军,更是第三次在威尔士封王。 接下来的世界斯诺克冠中关邀请赛,奥沙利文又总计打出四杆破百,战胜特鲁姆普,连续两年称雄冠中关。 斯诺克英锦赛也在同年落下了帷幕,奥沙利文打单杆51分完成绝杀,这是他时隔7年第5次封王,截止到此时,他也摘得个人第27个冠军。 由于他出色的表现,2015年被授封大英帝国关佐勋章。 2016年,休赛8个月的奥沙利文再次回归,他在斯诺克大师赛以自己饱满的状态横扫赛场,夺得个人的第6个大师赛冠军。 同年在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他刚开始处于下风,落后几分。 第二局不但没有倒追,再次将比分拉大。 可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在最后一局打了一个翻身仗,完美逆袭。 此时的他已经获得了自己的第28个冠军,他被国际台联授予了最受球迷欢迎运动员奖。 在2017年,奥沙利文又以10比7分成绩,击败了对手,赢得个人第7个大师赛冠军奖杯以及20万英镑奖金。 2018年,奥沙利文又相继获得了几个冠军,一个是锦标赛冠军,还有一个就是英锦赛冠军。 赛场没有长胜将军,起起伏伏也是强者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在2019年的斯诺克温布利大师赛决赛中,奥沙利文表现欠佳,最终输给了对手,这一次他与冠军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一时的失败并不能代表什么,从中学到的经验才是最可贵的。 同年三月份,奥沙利文向人们证明了他依旧是那个强者,比赛中他以10-4战胜对手,获得了自己第35个排名赛冠军。 并且他还打出了个人职业生涯里第一千肝破百,这战绩可以说是非常耀眼了。 同年,奥沙利文又在斯诺克巡回锦标赛决赛中夺得了个人生涯第36个排名赛冠军,他再一次返回了王者宝座,世界第一。 不过他似乎再一次来到了瓶颈期,11月份他以二分之差输给了贾德·特鲁姆普,获得亚军。 2020年,他再次以二分之差止步八强,接着他又以5-6的比分输掉了进去决赛的机会。 就在同年8月份,再次迎来了他的好消息。 在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中,他以18-8的大比分夺得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6次斯诺克市锦赛冠军。 同时,他凭借37个排名赛冠军成为斯诺克排名赛冠军排行榜第一的选手。 不得不说奥沙利文是一位天才,他不仅保持着多项官方记录,还是拥有一个百分干的天才头衔。 他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他创造了传奇。 听了他的故事,你们有没有被这位冠军收割机震撼到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